大家好 新一期香港戏曲通訊的網上版 尤其是訪問的部分 我們今天再次和各位聽眾 在這個機會的形式見面 在此除了有歐易豪之外 今天特別多了一位嘉賓 稍後請我們那位重量級嘉賓出現 首先要請王聖荃師傅 荃哥 荃哥 你好 我叫豪仔 因為對著這位嘉賓 我們馬上不敢惡到高 荃哥 今天很開心得到你和我們牽線 請到一位嘉賓和我們聊天 這位嘉賓是今年2020年年度 榮獲香港公開大學頒發 榮譽院士的得主朱慶祥師傅 是的 在這裡我們首先恭喜朱師傅 朱慶祥師傅 恭喜你 謝謝… 恭喜你 荃哥 我也知道當日頒獎禮歷在場 你作為朱師傅的弟子 你又很開心 當然 我們請朱師傅簡單說說你的得獎感受 我覺得做這麼久的一班 現在有這個院士 我內心就很開心 是 好像有些事情交代了 別人給我一個鹹頭 這行業也很少有 是 我得了也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有些朋友都說 為何這麼遲給你 你應該早點 是 說到這個遲 全國行內有些朋友說 獎項當然是頒發後 大家都覺得 朱師傅應該早就要取得了 有人形容為 遲來的春天 你作為弟子怎樣看 我又不是這樣看 其實朱師傅能取得到這個獎 其實在我們行內 在我們心目中 他已經有一個位置 是 這次當然 因為公開大學 也很有心 他們認為要給師傅一個榮譽 我們先很感謝他們 所以在我們心目中 他們早就已經取得了獎 有時候獎項頒給你一個榮譽 但其實在很多弟子 在很多演員 在很多行內同業中 朱興祥師傅 都是實至名歸 並且一早就備受肯定 因為你真的 幾十年的藝術生涯 都備受肯定 我們學習 就計時不用錢 每個人看到我們 就學那些奴隸 人家教我們 即是那些音符 看那些簡報 還有那些西樂 人家教我的 我們就答應了怎樣 將來我將那些熱情給我 我便會教那些東西給別人 這樣就成全了 還有所有的叔父 聊天 那些口號 那些排場 我當然會說給別人 其實以前 譬如朱師傅 你也得了很多前輩教你 是否當時你已經立定了一個想法 將來我年紀大了 我便將這些我學得回來的知識 拿去教別人 對 我認為是這樣得到的 我應該把別人的心得提拔後輩 我一路來自從小玩音樂 一路就跟別人聊天 有時玩得不對 小孩子那時候 這樣玩才好 阿咪說這樣玩才好 那就磨刺 聽到人家怎樣唱 小孩子就在班大 阿咪唱的那句話 這樣唱就好聽 又是拿了一些經驗 還有聽叔父說那些怎樣演戲 不要說怎樣 把竅門都教了 偷詩 你肯記東西 最重要是肯記東西 我對於那些有前途 我很喜歡跟他們聊 很喜歡跟他們聊 你為你這樣唱就好一點 繼續好一點 亦給他們一點意見 說到偷了很多詩 或者盡量去吸收記 全哥在你眼中 朱師傅的記性是否很超級 簡直是超級 可否說來聽是怎樣 他幾十年前的東西 他很細微 他都記得了 例如在每一個演出裡 每一個老觀 每一個音樂 是做過甚麼 玩過甚麼 他都記得了 還有他連歌詞也記出來 曲詞也記出來 有時不單止聽說 不單止是音樂術 演出的方式 哪一個怎樣去演 朱師傅都記得 甚至能教你怎樣做 沒錯 他記得細母的動作 很好記性 這些記性你怎樣練習呢 朱師傅 你喜歡看的 你坐在台上 又看別人做得多 看看那些名靈 例如梁勝波、領事伯 《帝女花》 和《寶丹亭》 那些名劇 那些名劇 他一定有幾十元 散秀 一定有幾十元 那就寄他的東西 這件事我們很羨慕 就是朱師傅當年那一年代 是見盡了很多頂級的命令 這是真的 沒錯 他除了以前的東西 他現在的東西也很記性 是嗎 例如你和他剛剛唱完歌 他過了幾天告訴你 你過了一句 有什麼問題 他都記得你 朱師傅很喜歡 聽完 例如《伸秀》也好 《前輩》也好 各樣都好 他唱完之後 你都喜歡告訴他 分享他怎樣可以更加好 有時他未必不好 可能你覺得這樣會更加好 我們還有那些年修養 即是那些樂觀唱不到 我們當然用方法來替他藏絕 哦 不要讓他露出馬腳 即是我們所謂羊腸鼻短 是的 那些要追求 藏絕 做戲也是一樣 才教到藏絕 但是那個演員自己藏絕 我就知道 作為一個音樂領導 怎樣幫他藏絕 那些節奏 你那天在唱過東西 你記得 你不要規定那些句 是 玩到你開口為止 就是在世雄回機 脫正教培 你在脫正教培 有些不記得曲 那裡 你不要在我們一邊飛 是的 要用開口為止 不要停了 停了在場 就是被人聽錯 嗯 很多有時候的 定品 就是早點 遲點 是 儘量遷就它 即是儘量以演員為主 以演員先走 沒錯 有時候有些浪女伯 可能規定要有一個長度 到尾 老館還差一點點不開口 他會將最後一句 儘量一萬一點 遷就到他剛才開口 那些是拍和藝術 說到拍和藝術 朱師傅,我們喝杯茶 下一集回來再繼續跟你聊天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